就是感激和活出耶稣怜悯的心 祂能夠承載不同的人 在祂的心中載著我們每一個 裝著每一個 掛著我們每一個 《聖經》也有說 將我們銘刻在祂的掌上 在《二塞書》裡說到 婦人因而忘記祂吃禮 因而不連輸祂所生的兒子 只知說有忘記也不會忘記 由她說她將祂銘刻在祂的掌上 就是祂經常掛著我們 我們首先說說人的心和神的心比較 人的心我們總是有罪 所以人的心被賣物都詭詐 裡面很多低沉、憤怒、看小人、愛淺 惡毒的言語、驕傲、說閒話、懶惰、情慾 各樣不同的污蔚 即使愛主的人都會有這些罪、聖情的顯露 所以我們真的需要耶穌的謝罪 但是我們更加明白人的心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說耶穌,你真是很好 我希望大家用心來聽這次的顛道 甚麼是用心呢 我告訴大家 我聽完Melody的分享 我在這裡寫的時候 一邊想 神,你真是很美麗 耶穌,你的心裡真是裝滿了愛 裝滿了憐憫的那種愛 有多大呢?你想想一下 譬如我們看到一個人 我們總是會有時看小他 人有很多不同的不好的想法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 適透呢?人會有很多問題 譬如下面那裡寫 見利忘義 我也認識有些人說 跟某一個人合資做生意 怎料做了生意後來他居然會把那些錢拿走 即是就算是親人 他也會把他的錢拿走 看到原來世人有時會見利忘義 會利用人、誣告人、造謠 甚至有時基督徒也會 他會不會想到見到神呢? 因為有些人只是想得到眼前的幫助 有淫念、奸淫、憎恨人、挑釁人 跟人對立、害人、殺人、驕傲自大 人的心中總是有很多不同的污蔑 基督徒來說通常沒有去得那麼盡 不過裡面都是有一種對人的怨恨 負面想法 有時覺得這個人沒有希望 對他沒有心 真的不會像耶穌那樣裝載這些人 也會自私 人會專顧自己、貪愛錢財 忘恩負義 只顧著自己